第二階段的这个联署啊 3月28号以前就要结束了嘛 然后到时候如果说真的已经收集了 30万份的这个联署书 韩国瑜到底有没有可能自己主动辞职 那你看韩国瑜最近其实还在做 他的最后的努力啊 他也变低调了 然后勤跑行程 至少比以前跑起来多了啦 你怎么看韩国瑜这样的这个努力 到最后因为距离5月 其实已经剩不到4个月了 所以韩国最快投票时间 韩国瑜这段时间还有可能 可以扭转吗 而且接下来是不是真的像学伟讲的 你看连这个地下赌盘都要哭手一下 去赌说你们将来夫妻 还有没有可能再合体 是不是真的对韩国瑜来讲 现在之前是国事家事摆不平啊 现在是家事事政摆不平啊 你怎么看 我很好奇李嘉芬最近在干嘛 因为在今年年初投票的时候 一月投票之前大概 其实去年应该讲去年的时候 你还蛮常看到李嘉芬嘛 然后高雄他也会出现嘛 这段时间你大概看得到李嘉芬比较少 所以显然他们家里面的事情 家务事啊 还有的处理啊 因为 打过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讲这个 不过 不过那么讲啊 就是说韩国瑜需要创造奇迹 我不晓得他要怎么去找出这个能量让人家感动 而且现在市长夫人出来也不知道是加分减分 通常来讲市长夫人如果跟着李嘉芬如果陪着韩国瑜 比如说把所有的高雄市每一区都走完 也许也许会好一点吧 可是不晓得 看因为 还是绕不过那个弯啊 因为那时候王小姐的事情也不晓得他们两个到底 那个结有没有解开 整个你再看这段时间 我怎么那么讲 就说我是用看韩剧的心情在看韩国瑜的这一段 因为我们韩国瑜韩市长其实我觉得 他最合最适合的事情是跟我们做在这边 他一定会把这个气氛带得很热闹 对 他如果今天不是高雄市长的话 你知道他说学逗唱都很都很厉害 那他在平政治平时事呢 也有另外一套自己很特殊的角度 你大概听了可以觉得哈哈大笑 可是这样子的东西摆到一个高雄市长的身份上去的时候 还能感动吗 而且他现在有点左之右处哦 因为因为 因为因为 因为那么久 最近 最近从过年前到现在韩国瑜就尽量不讲话嘛 因为 因为 我觉得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以前的以前的韩国瑜 2018年到2019年上半年的韩国瑜 他讲什么都都没有事 他怎么讲都对 所以呢 他只要一讲 大家虽然也讨论他 不管喜欢不喜欢他 可是韩粉买单 可是问题是你光靠韩粉 没办法过这一关 更何况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在过年前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要帮韩国瑜讲话 所以韩国瑜会现在面临那个麻烦 他到底是 要不讲话维持低调的冷 冷处理那个高宏市的情绪呢 还是他他必须要 因为你知道 要感动这件事情 一定要有热情 可是你很冷的时候 怎么会有感动 就你要在很有限的 九十天内 九十天不断 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有点成绩 然后你又要感动人 然后你因为压力是很大 你又要克服自己的个性 不能躲起来 不能马上被人家抓到说 今天行程少了 那这对韩国瑜 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韩国瑜 在2019年那整年的表现 尤其又要下半年的时候 他常常会让你 不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大过年的 其实不应该讲这个 可是他真的要克服自己的个性 还有一招啦 我后来想不知道这招能不能过 就是他先催眠自己 用这个字可能不是很好 不过那么讲 你要让所有人相信人 你要先说服自己相信自己 你催眠自己也可以 你要先催眠自己 说我一定可以过关 我一定可以过关 然后你才能够传能给别人嘛 然后再配合比如说 看叶框石啊 你试穿能不能帮你做出东西出来 你这样子可能还有点机会 可是在这个自我催眠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躲 我一直讲 因为他个性的部分 然后再过来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住 不能有那种被抓到说 有一天行程不见的 或者是变得很少 这个一定要坚持住 这样子可能还有机会 就是说你最后没办法啦 用苦劳换功劳 因为你因为离开过一段时间嘛 所以你要说你有什么 对公司有什么功劳很难 那么看看同情票有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看韩国瑜韩市长就说 千万千万不要再讲笑话 可是呢不讲话的韩国瑜 又不会热起来 我只能讲他这一个状况 也就只有他自己创造出自己的 所以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 或有催眠自己 否则 我真的不晓得未来这 不到90天他要怎么过 有人讲说 他需要老天爷对他特别的照顾 否则这 否则今年这个韩剧 可能可能就会很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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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